女人最失望的事情之一 就是你爱慕过的人 多年后来电话 竟然是为了借钱 能不能借我五万 五万 不多不少 我真想宁可不要这笔钱 也希望她从未打过这个电话 寒暄两句 说了句我想两天 就找了借口挂了电话 因为太扫兴了 然后不少人提醒我 她创业失败 欠了一屁股债 正到处借钱 让我当心 也有说她欠了赌债 已经没法翻身 劝我离她远一点 还有人说 她现在都拿自己老婆生病 为理由借钱 真是畜生啊 几年不见怎么沦落成 这副模样 以为这事就这么翻篇了 差不多也忘了这个人 但过年是跟女朋友 合了聚会 公愁交错间 有人提起了她 说她之前创业失败 老婆为还债累出了病 她想尽办法追工程款 也没拿到她 跟她继续收拾 现在虽然重新创业 做出了点成绩 但她老婆高伟劫贪 说再也不能走了 我听后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默然很久 如果说她之前被生活 揣翻在地 我老婆生病了 我要手术 想必她老婆的身上 也有我的一脚鞋印吧 想到这里她进来了 好像之前的事情 都没放在心上 跟在座的同学 有说有笑 解放在大疚 解放在地 门 解放在招 之前麻烦你了 别放在心上 对不起啊老同学 路回你了 也谢谢你啊 让我来就好